这屠龙刀倚天剑号称武林至尊 所藏秘籍起同犯犯 虽然你的武功出类拔罪 但也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说毁了就是毁了 没空跟你们胡说八道 周芷若怎么也想不到 瞎了眼的陈坤到最后还要算计自己一次 玄冥二老得知倚天剑屠龙刀的秘密后 自是想从他这里拿到秘籍 周芷若虽武功精进 可面对武功大臣的二人 应对自是艰难 数十回合之下周芷若招式其出 攻势凌厉 但这般打法加速运用内力 倘若偶一输成便利遭凶险 幼国树招 玄冥二老各知一掌 三森英气自手上喷补而出 直击其后背 一身痛恨向折扇领 维基时刻招进纵身飞出 双掌击推 击退两兄弟 再见到二人 他自是要将昔日恩仇算个干净 刚要动手时 赵明舍身而出 询问二人为何来到这里 陆正克这才解释到 如今朱元璋高歌猛进 汝阳王难以抵挡 节节败退 狼狈回了大都 两人借大势已去 这才离开汝阳王 另谋出路 听到二人如此不忠不义 张无忌就想和他们清算旧账 不等三人动手 赵明再次拦下 祈求张无忌饶过二人 一下耳根子软的无忌 自是被他说动 谁知玄冥二老洋装退去 一个眼神交流之下 两人转身回掌 张无忌看到的瞬间 直接将赵明推开 双掌仓促底上 就在这时空中一刀一剑飞来 直接没入二人腹部 花音刚落 周芷若闪射离去 看着眼前 为两位师父伤心不已的赵明 张无忌温身细语的安抚起了他 但情绪稳定后 赵明提出两个疑问 如今刀剑其出秘密已现 可这些事是否是周芷若所为 猪儿又是否活在世上 现在却没有丝毫头绪 只好让时间去揭开真理 多犯打击之下的周芷若斗悟了 自灵舍岛一行之后 他所作之事饱受良性谴责 经过一夜的思索之后 他辞去掌门之位 欲赞少林剔赌出家 周芷见到芷若后 第一时间上报给了张无忌 见他来到这里 周芷若缓缓走去 为自己所作的事道歉 并立即要找回昔日的周芷若 可当瞥见赵明来到时 他又演了起来 无忌哥 我对不起你 深了气的赵明来到山脚下 却看到周芷若已恭候多时 赵明并未看到他大打出手 反要他帮自己正是心中疑惑 优优独播剧场上